上面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反正就是这几个 总共会有 5个嘛,这个前面名称不用更改 因为用不到 所以只要把后面的名称修改 那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ED01,02,03,然后这边就06 这样最简单 因为等一下修改很快 Ctrl-C,Ctrl-V 再来改一下 所以画面上就是 从ED01,02,03,一直到 这个是06 然后这8层的话就B01 这样子 所以画面上基本上就是这些元件 会用到的就是 上面5个再加底下2个 总共7个 所以你需要宣告的物件 就是有7个物件 然后连接有连接 画面上有7个元件 其他用不到就不用去连接了 应该很简单 那程式的话非常简单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那就怎么样呢 不用执行任何动作 反之的话呢 假如说它填入的话 填入1000 你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触发一个事件 对不对 那这个事件的话呢 就会把这上面做 我们那个公式上面的 这边有公式嘛 就是把这个1000 再乘上这些 有没有 美金日元 乘上去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们将来也可以写个APP 就是说